杭州亚运再传捷报 台湾骑手许浩红 在昨天的男子个人围棋金牌战 从八强赛一路过关展向 打到了金牌战 联赢世界排名前三的中韩选手 拿下围棋男子个人金牌 冷静 沉稳 下围棋的每一步 都是成败关键 台湾骑手许浩红 从小在围棋的滋养中成长 凭借着这样的实力 为中华代表团在杭州亚运 围棋项目写下新页 在28号的金牌战 对上中国好手柯杰 柯杰一度占优势 但许浩红最后逆转局面 拿下我国亚运围棋史上 第一面金牌 代表台湾参加世界比赛拿奖牌 这是他从小的愿望 所以他一直都很兼职 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首度出战亚运的许浩红 夺金路上一路过关斩将 连续击败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 收割各学围棋的关系 从小耳濡目染 在八年级以后申请在家自学 并花六年的时间 每天通勤 从新竹到台北的棋院学习 展现对围棋的热爱 海风棋院成立精锐队 那时候大概就办自学 那每天都要到台北 大概有六年的时间 一整櫃的奖杯排列整齐 许浩红的父亲 谈到自己儿子得奖的回忆 瞬间露出微笑 新年王应该是他 第一个拿到的奖杯 许浩红的父亲表示 他从小的目标就很明确 这次代表台湾拿下奖牌 是他的第一步 期望未来能继续在围棋路上 发光发热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